虽然说身高什么的只是外表 实力才最重要 但是你想啊 在娱乐圈女明星们也要漂亮 有事没事穿个十厘米的高跟鞋 往并没有那么高大的男搭档的身旁那么一站 那画面真是太美了 得多看看 所以说众目睽睽之下 王祖兰被身高问题搞得颇被尴尬 但本着娱乐精神 他不仅没有生气 还成功地挑战了自己 让大家都为他竖起了大拇指 无论是在香港刚刚出道的时候 还是近几年来内地发展 王祖兰的幽默和搞笑 一直伸手观众喜爱 身高问题完全没有影响 他演艺事业的发展 因此呢 在一些表演的场合 王祖兰甚至还会主动拿自己的身高开帅 谁知道我吗 不仅如此 王祖兰还找了一个一米七五的模特女友 十二厘米的差距也让他们成了演艺圈 最萌身高插情侣 香港演员好多都是这样 你看我们宇宙最强 真子丹 哎 子丹大哥 这可是王祖兰同学 把炮火印象你的呢 其实说起来 一米七五的真子丹并不能够三矮 但他的模特太太汪诗诗 居然有着一米八一的逆天神高 搞得真子丹每次带着妻子出席活动 都只能够凭借气场去胜了 此外 饰演一些高大威梦的角色 也让真子丹中枪 2011年在电影观云场的宣传活动上 就有记者把关公身高纠实的话题 抛给男主角真子丹 人们常说浓缩就是精华 这句话也给了不少小个子男士 自我解围的机会 说起浓缩借元老 就不得不提到曾志伟 才子蔡康永也有过 胃身高头疼的时候 2004年他和林志玲搭档 主持第41届金马奖 在之前的记者会上 怕被记者揭短的采康永 就干脆戴了一顶高帽子出场 今天记者会是故意要比他高 到了典礼的时候 会非常乖巧地认出 就是被以矮子的方形出现 平日里靠一张嘴 就能够打遍天下无敌手的郭德纲 也怕比身高 这不身旁站着身高将近一米九的 油红鸣 落锅不乐意咯 我给你再简单介绍一下 是 你有邓怎么给他搬起来 你要不坐下咱们再说话 太欺负人了这个 也不是差很多了 还好我差得远 就差几颗头 包括春衣都问过你具体的身高 但是你始终没说过 春天我都没告诉我 能告诉你吗 你跟春天什么关系 一块主持节目 你有1米67吗 瞎说文 喊不少吧 有1米67的身高